以天剑 真是以天剑 没错 你觉是他身不离间 怎么会在他身上 赵敏手持以天剑招摇过世 成功引起了张无忌的注意 杨霄猜测六大门派遭到袭击 或许和眼前的赵敏有关 张无忌认为言之有理 决定跟踪赵敏查明真相 来到了一个叫做绿柳山庄的地方 地上仰慕名叫张教主 人侠高一 特命小人在此恭候 对方是有意义来此 将主见防有战 如果不进去 怎么解决对于天剑的疑惑 张无忌见到玄冥二老 颇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并未认出眼前的两人 就是当年用玄冥神掌打伤自己的人 如果既来之则安之 张无忌答应了邀约 带着杨霄和唯一笑进入了绿柳山庄 赵敏早已准备好了韭菜 在山庄内恭候多时 并且说出了张无忌三人的姓名 姑娘能一一点出我们三个人的姓名 说明对我们的来历很清楚 明教近日光明鼎一战 张教主以绝世神功 威震六大门派轰动武林 这么大的事小女子怎么会不知呢 请 见赵敏对自己一行如此了解 张无忌的心中戒心大起 他入座之后单刀直入 询问赵敏手中的以天剑何处得来 赵敏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说出自相遇开始 张无忌三人就紧盯着以天剑 不知道究竟是何缘故 张无忌表示这把以天剑 原是峨眉派的灭绝师太所有 他自己也曾伤在以天剑下 赵敏文言瞬间来了兴趣 询问张无忌丽压六大门派 怎会伤在一个寂寂无名的 峨眉女弟子手中 想必那位伤你的周芷若周姐姐 一定美若天心 才会让张大教主师神 是不是 姑娘取笑了 在下围敬赵姑娘 不敢不敢 赵敏故意将酒洒在了衣服上 致欠一番后要回房间换衣服 还特意带走了玄冥二老 刻意留下了以天剑 给张无忌三人创造时机 唯一笑果然重计 拿起了以天剑查看 却发现重量似乎不对 这竟然怎么那么轻啊 木槿 一股谭香味 的确是谭香露所致 杨露 杨霄认为赵敏对他们支支甚强 十有八九是不怀好意 这绿柳山庄四处透露着诡异 他们留下还得时刻小心提防 不如赶快离去再做打算 张无忌赞同杨霄的看法 起身就要离开望月亭 却被玄冥二老教主 原来是赵敏已经换好衣服 恢复了女装来见张无忌 张无忌这样的小眼神 一看就是被赵敏的美貌给惊艳到 赵敏见张无忌要离开 并未出言挽留 因为他心里知道 张无忌不久之后就会回来 三人离开绿柳山庄后 唯一笑就吐槽起了杨霄 认为赵敏并无恶意 堂堂的光明左使竟然如此胆小 结果话还没有说完 唯一笑就贪软了下去 紧接着杨霄同样如此 而张无忌有九阳神功护体 稍微运气便恢复了正常 他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 立刻找到了中毒的原因 嘱咐杨霄和唯一笑 一定不要运功逼毒 否则神仙男就必死无疑 随后张无忌动身离开 前往绿柳山庄寻找解药 赵敏见张无忌到来 不由地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我说过 我会在这里等候张教主的大驾 赵姑娘 在下向你淘起个花草 张无忌施展轻功来到水池之上 摘走了池中的花草作为解药 赵敏自然不会放虎归山 波动琴弦放出了暗器 又掏出了一柄软剑 飞身攻向了张无忌 张无忌见赵敏没有杀意 自己又着急赶去救人 不愿与赵敏过多纠缠 于是一脚踢飞赵敏软剑的同时 施展轻功来到他的头顶 拿走了赵敏头上的珠花 赵公子 你这什么功夫啊 乾坤大高仪吗 我看你是平平无奇吗 老实心怀不轨 刚才站向珠花的时候 要是在你的太阳穴上一冲 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你喜欢这朵珠花就送给你 不需要动手抢抢吗 张无忌说不过赵敏 将珠花还给了他 转身就要离开绿柳山庄 谁知赵敏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污蔑张无忌是一个小偷 偷走了他珠花上的两颗珍珠 张无忌一听就知道 赵敏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索性不搭理他 赵敏见张无忌不上当 拿出匕首装起了可怜 我回去怎么见我师父 张教主 多谢你成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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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